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谢谢大家 各位相信父老兄弟姐妹们 看我们这一次的竞选的口号 恢复沙班 恢复沙班 也就是说 我们要拿回 我们这么多年 六十多年 给喜马仁夺走的 剥削的一切的权益 恢复 为什么恢复呢 我们马来西亚成立的时候 有四个班 简单的说 就是沙拉越 沙巴 新加坡 跟马来亚 后来1965年 新加坡退出了 我们剩下三班 沙拉越 沙巴 跟马来亚 本来是平等的对位 大家是平等的伙伴 全力平等 不过多年来 我们被剥削了 我们成为四三周的一周 各位 我告诉大家 最先讲到这个 回复沙班的是谁 就是我们刘碧秀律师 他整天 从2016年开始 他一直讲 回复沙班 多年讲 他曾经进出警察局啊 因为讲的这些 可能 官方认为 比较敏感的课题 被调到警察局去 还讲 不怕 因为 理由对系律师 是一个敢想 敢讲 敢做 敢当的 一个好的候选人 我常常告诉大家说 你要找到另外 再找到另外一个 好的候选人 很难找啊 我相信 刘碧秀律师 是我们最理想 最好的一个候选人 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我本身 在政府里面多年 后来 我是无奈 委屈 求全的这样情形下 我退了 我辞掉所有的高官 出来创立 我们沙热月本土的 这个政党 现在我有了一个伙伴 那就是刘碧秀律师 他参加我们了 用我们一起 用这个 太阳党 你看 我们是太阳 出身 照亮 沙热月 希望能够把 把沙热月带到另外的 一个前程 光明的前程 我们一起 我也曾经 我一出来 辞掉之后 我一直批评 沙热月政府 2019年 我们沙热月政府 重新 跟这个 国家室油公司 签了一个合同 很简单 就是说 国油公司 能够继续 拥有这个开采权 室油开采权 竟然没去开采权 然后我们沙热月就 承认了 永久性的 给他 这个是2019年 做的事情 后来我出来讲话了 我说 这个太不公平了 我说 你这个 算盘不算了 拿点 拿出来 拿回来一点点 就把整个权益 让给国家 国油公司 我说了 在报章上 我也写信给 首席部长了 他们很不高兴 把我 控告到法庭去 那里外 就搞定法庭 那里外 结果 州政府 失败了 We're you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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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一次 我找到一个好的大单 好的一个伙伴 刘碧秀务师 我说过 再说一次 他是敢想 敢说 敢做 敢当的 一个候选人 那里去找 他生活过得非常写意 他家庭背景 也这么好 为什么 他要辛辛苦苦的 这样出来 早晚 奔跑 为谁 不是为了他自己 假如是为了他自己的话 他可以 不必这么辛苦 因为我说了 他家庭也 他的家庭也过得很好 为什么要 他为了是为我们大家 为我们 杀了一个人民 为我们西部人民 大家知道吗 早晚 早出晚归 你看他现在 他告诉我 竞选进来 他瘦了 五个kilo 为什么这么辛苦 我非常佩服他 我认为 我们 朗朗街区的 选民们 非给他一票不可 他的力量 是从你们手中的一票给他 我跟 普希拉拉 刘碧秀务师 没有力量 我们的力量 要从各位选民中的 手中的一票 给我们 多给我们一票 多给我们一票 使我们高票中选的话 我们讲话 所以各位相亲父老 兄弟姐妹们 我说 现在慢了 我不要多说 4月19号那天 大家先跟家庭的成员 商量好 然后再跟亲戚朋友 商量好 商量好 然后跟你邻居 商量好 大家一起去投下 我们 PSP一票 我 我可以担保 在这里 刘碧秀务师 刘碧秀务师 肯定呢 他会天天为我们 世故人民 卖命 天天为我们 杀了一个人民 卖命 我敢担保 你看他 台上演讲 多么激烈 那是他 心中发出来的 这种诚意 大家知道吗 他是真的是很无奈 从2019年 站出来 一直讲 恢复沙邦 恢复沙邦 我们这一次的口号 也是因为他 我就想到 恢复沙邦 要把我们所有 失去的权利拿回来 拿回来 我告诉大家 刚才大家都说了 我是财政部长 46年 我对理财 可能不能说是 顶呱呱 不过我 懂得怎么理财 去算来 你算算 从20 从1974年 到2017年 这段时间 他把我们的财富 拿走了多少 6680亿 6680亿 拿去西马 我们拿到多少 我们才拿到 350多亿 你想想看 95% 给他们拿走了 我们剩下5% 各位相信父老兄弟们 我们的这个 GPS政府 在2019年 还要跟他签署 一个合同 就是说 重新承认 国油公司 在沙拉越 有 远久的 开采权 远久的 市油 跟贴拉美金 开采权 贴拉美金 得来的 只不过是 二十多亿的 我就 很不甘心 我刚才说了 我就写信 我在报章上去 去发表 我的意见 结果他们控告我了 告上法庭 他们败了 败了 我会继续的 跟刘毕秀律师 两个人 继续的 去绝发 去批评 我们一切不公平 不合理的 这样的事情 相信我 我做出很大的牺牲 做过高官 做过沙拉越 立法议会议长 做过高级部长 担任过六个部门的部长 前后三十年 为什么 我要离开 大家也知道 在民主制度之下 集体决策 集体负责 少数要负从多数 所以 在那种 集体决策 集体负从 然后少数要负从多数的 当儿呢 我告诉大家 你不高兴 你要离开 很多时候 我都想离开 从20 2011年之后 我每一年都想要离开 不过 我任重道远 不能够随意 就离开 就离开 因为党内跟随我的人 有成千上百的人 他们有的担任 市议会主席 有的担任市议员 有的担任社区领袖 等等 我一走 他们可能都要走 所以我一直等到 2019年 三年前 我下决心 离开 创立 本土的政党 一定会在这个 国会的殿堂里面 发表高论 需要说我们也可以说 国家的财富 属于我们所有人民的 属于我们西部人民的 属于我们全杀六人民的 来个公投吧 看看公民所有的人投票 要不要拿回这个权益 我相信大家心里有数 所以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机会 刚才创立 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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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常见时常都不在西湖 人在西马 心在西马 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灵采药也是一样 心在古境 常常在古境 哪里有我们事无人想 所以我相信 大家 4月19号那天 大家想好 给我们一个机会 假如 我们五年之内 没有办 我们没有办好 我们的角色 身为国会议员的角色 五年之后 刘毕秀律师跟我自动 退下来 希望大家 有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真的是想说 要为我们 沙拉月多做一点事情 假如我们两个都中选的话 肯定的 我们会做很多事情 不但征回一定的权益 我们会引进外资 帮助我们的制造业 旅游业 农业 教育业等等 使我们师父再次 能够回到以往 光辉的日子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